接下來要帶您關心 這個少子化的問題 到底會不會讓房價稍微下跌呢 我們先來看到日本 現在浮現了空屋危機 也就是全國沒有人居住的這個房子 有九百萬間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主要原因就是老年化加上少子化 所以沒有繼承人的房子 或是年輕一代的繼承人 已經搬到城市了 所以這變空屋 再加上了日本的稅收政策 讓保留房屋比拆除重建更便宜 所以才會產生這麼多的空屋 而且這些房子大部分都是在交通醫療不便 甚至連便利商店都沒有的郊區 所以屋主想賣也很難找到買家 而其實回頭看看台灣 同樣也面臨少子化的問題 而且比日本更嚴重 我們來根據美國CIA最近出爐的數據 預測2024年 每一位台灣婦女的生育率 台灣是1.11人 敬陪全球莫作 那麼我們看到比這個南韓的1.12人 我們台灣還是低了 所以南韓排第二 新加坡是1.17排第三 至於我們覺得日本少子化很嚴重對不對 但其實他是排倒數16名 跟我們拉開很大的差距 所以台灣的生育率之低呢 可以說是超日感寒 不但是亞洲吊車尾在全球也是敬陪莫作 那麼少子化會有大力空嗎 造成我們的房價有機會反轉嗎 我們來看到2023年全年台灣的新生兒大概是十三萬 五千五百七十一人 那麼這已經跌破了國發會預估的低標十四萬人 但是六都幼年人口也是不斷的減少 尤其台北跟高雄的減幅呢 更將近兩成左右 而且這個奇怪的現象是人變少了 但是呢我們新建案的房價還是持續成長 而且是三成以上 那麼奇怪了人不是越來越少 房子越蓋越多 難道不會供過於求嗎 什麼時候房價才有下跌的可能呢 專家認為呢 少子化跟房價之間呢 並不是沒有影響 只是時間還沒到 因為現在我們買房子的主力 大概落在四十到五十歲左右 也就是說呢 兩千年之後所出生的小孩 到了買房的年紀 可能是在二零四一年左右 所以呢 這個房價可能會反轉的點 應該會落在二零四一年 因為首購族的需求下滑 才會真的衝擊到房市